大家好,我是 Ray Ma 最新的 14 吋 M3 MacBook Pro 終於正式到我們手上 今天我們就看看這部機最特別及值得我們關注的地方 我們手上這部是用標準的 M3 晶片 而 RAM 方面我們更新到 16GB 的 Unified Memory 這也是必須的,因為 8GB RAM 去剪片或修圖時 真的會比較吃力 而另外我們在 Storage 方面有 1TB 的 SSD 這個就真的視乎個人需要 因為一個 Final Cut Pro 的 Project 都會有幾百GB 如果剪片比較繁複的話 1TB 都比較建議 但是 512GB 對於一般基本應用都可能會足夠 這個視乎自己的應用 我們開箱 看不見嗎?有凹凸的質感 MacBook Pro 有雕刻的感覺 而其他的機身插口 首先在機身的左邊有 MagSafe 插口 另外有 2 組 Thunderbolt 4 USB-C 插口 3.5mm 耳機插槽 而另外這邊是 Full Size HDMI 和 SD 卡插槽 但是在 base model 的 14 吋 M3 版本 右邊是沒有 USB-C 插口 通常整部手機就有 2 個 USB-C 插口 還有其他的機身配件 今次 MagSafe 也是跟機身的顏色匹配 而它也是 Braided 的線材 接著這邊就有火牛 原生跟機是 70 火的火牛 以及單 USB-C 插口 不過是可以在官網上選購 96W 的火牛 更加高火速的火牛 總括一下 M3 的 MacBook Pro 更像 M1 或 M2 13.3 吋的 MacBook Pro 直接的 Successor 的後繼或是承傳的後繼機 事實上今年 Apple 亦沒有正式跟我們公佈之下 但我們去官網都發現 已經沒有再有賣 13.3 吋的 MacBook Pro 過往他們都會把最新的 Apple Silicon M1 M2 晶片 放在舊機的新設計上 有一個 Entry Level 的 MacBook Pro 今年就直接升級了這個 14 吋的 M3 基礎模式的 MacBook Pro 但同一時間它亦都更加像是一個 更加強化版的 MacBook Air 暫時沒有 M3 的 MacBook Air 但 M2 MacBook Air 的升級版 都似是這一部的 而同一時間我們都可以看到 最入門的 13.3 吋 MacBook Pro 有 Touch Bar 設計的一款 正式成為了歷史 Anyway M3 晶片實際的效能發揮 到底升級大不大呢 首先今次 M3 晶片 在 Performance Core 上面 對比 M1 是有 30% 的效能提升 對比 M2 都快了 15% 而 Efficiency Core 的效能提升 會再大一些 它對比 M1 會快了 50% 對比 M2 都快了 30% 而整個處理器的性能 而整體整個處理器的性能上 對比 M2 都快了 20% 對比 M1 都有 35% 提升 但Anyway 我們有做一些效能測試 包括有數據 on paper 在這裏我們看到 M3 最高時脈 達到 4.05GHz 和 16GB RAM OK Geekbench 6 的分數 單核有 3,100 多分 而多核心有 12,000 多分 它的確對比 M2 在 CPU 效能提升 而另一方面 在 GPU 繪圖能力上的升幅 其實會更加大 在標準 M3 晶片的 GPU 有 10 核心設計 而這次整個 GPU 都用了新的 architecture 架構設計 在效能的提升上 它對比 M1 是有 65% 的提升 對比 M2 是有 20% 的提升 而更加重要 它在實際的技術和功能上的科技提升 這次是有特別加入 Ray Tracing 的功能 Ray Tracing 是特別應對打機的時間 以往的遊戲都是在設計的時間 預先已經 render 好一個預設的畫面 主角和光源移動到不同 relative的位置 它都有一個預設 ran 好的畫面 光線就沒有那麼自然 但是這次加入 Ray Tracing 之後 在一些有支援 Ray Tracing 的遊戲 它就可以應對光源和主角相應的位置 距離和角度 由一個實時的繪圖和運算 從而去做到更加真實和象徵的光線 以及光線的折射反射 以及不同物質的質感的反射 另一個今次 M3 晶片 新加的技術 是 Dynamic Caching 這個技術其實比較深度和專業 但是我們很簡單的初步表面理解 它是一個實時應對目前需要的Task 可以做到更加精準的資源匹配 而去將 GPU 的 Utilization 即是 GPU 的應用度去提升 而至於針對 3D 繪圖能力和打機方面的表現 首先在 Wildlife Unlimited Stress Test 即是一個 20 分鐘的高壓測試 它的穩定度有 98.3% 這個完全是多規矩有一個散熱風扇的設計 它在 MacBook Pro 上 有散熱風扇對於一個 Sustain 的高效能輸出是有很大的幫助 另外在 GPU 的繪圖能力 大概有 29,000 多分的表現 在這個測試我們可以看到 現實的效能發揮上 M3 比 M2 大概有 24% 的效能提升 而另外值得一提 今次新的 MacBook Pro 都有加入 Game Mode 特別針對遊戲的效能輸出再優化 我們都有做到 Spaceship 繪圖能力測試 在今次新 MacBook Pro M3 晶片 用到 1200 大概 1080p 的解像度 用 Low Graphics 而有開到 Anti-aliasing 的反鋸齒 在整個測試中大部分時間看到 都是 70 多 80 左右的 FPS 數量 而今次的平均 FPS 就有 73.8 FPS 在這個測試 M3 對比 M2 的效能實際輸出 分別有更大 達到 33% 左右 整體 雖然 M3 的 GPU 繪圖能力 一定會比 M3 Pro 和 Max 訊息很大量 而作為一部文書機的定位 甚至我們也有用過 PS5 的測試 連上 MacBook Pro 之後 再用 HDMI 線 把畫面輸出在電視上 這個用手掣在 MacBook 上 用一個可換的遊戲畫質 去玩遊戲 都是幾年之前 想都沒有想過 還有最特別的位置 很強調就是 Apple Silicon 的晶片 在插電和不插電 即是用機身內建電池 它有一樣的效能輸出 而另一個 Apple Silicon 一直以來 都是它最大的特點 或者最標籤的位置 今次 M3 晶片 都有再進一步提升 在它的功耗方面 Apple 在發佈會的時間 特別有將 M3 和 M1 去對比 在 CPU 和 GPU 的功耗上面 在輸出同一個級別的效能的時候 M3 晶片所需要的能源是 M1 的一半 而對比同一樣 2023 第十三代的 12 核心 i7 1360p 的處理器 它的 CPU 效能輸出 在同一個效能級別的時候 它只需要四分之一的能源就能做到 GPU 更加誇張 它在同一個 GPU 的效能輸出 只是五分之一的能源就能做到 另一個 M3 有升級的位置 是 Neural Engine 方面 這次應用了 16 核心 Neural Engine 主要應對 AI 或圖像的 AI 運算上都有幫助 這個新的 Neural Engine 對比 M2 就有 15% 效能提升 對比 M1 的話是提升了 60% 但是對於我們更加重要 以及更加 eye-catching 的位置 會是這次 M3 晶片 全 M3 系列都有增加 hardware acceleration 硬件加速的 H.264 HEVC ProRes 和 ProRes RAW 的 Media Engine 它絕對對於 Final Cut Pro 用 ProRes 或 ProRes RAW 剪片 以及 export render 速度 有很大的幫助 特別針對效能輸出上 我們也有留意到 以往的 M2 的 MacBook Air 在沒有散熱風扇之下 是 Final Cut Pro 剪片 在一個順時的剪片裏 它是做到一個多層的 4K 剪接 但是機身在長時間高壓應用之下 它是會發熱的 而發熱之後 系統都會有 Thermal Throttling 降頻降溫 而直接限制 Final Cut Pro 剪片時的流暢度 這個有散熱風扇的 M3 的 MacBook Pro 都可以將 M3 的晶片 它的效能輸出比較均勻和持久 而另一個 Standard 標準入門 14 吋 MacBook Pro 對比 MacBook Air 最大分別的地方 會是這塊螢幕 在 MacBook Pro 上 應用 Liquid Retina 的 XDR Display Mini LED 螢幕 除了對比傳統 LCD 螢幕 在光亮度上有優勝之外 特別更加重要會在局部控光上的表現 它可以做到更加精準的控光 亦都可以因為有局部控光的效果 它在黑色的位置可以做到更加純正的黑色 整塊螢幕的顏色顯示會更加鮮艷 而對比度更加高 同一時間它在控光方面 亦都可以做到更加精準 日常的應用在看影片的時候 最亮眼就會看一些比較暗黑的畫面 整套電影的亮度都是比較暗黑的話 畫面對比就會更加明顯 而整套電影都光亮 不過是 21 比 9 在上下有黑邊的話 都很容易看到 Mini LED 在黑色的顯示做到更加純正 這個也是傳統 LCD 完全沒有比美的位置 但對於更加 Pro Workflow 或專業用家上 Mini LED 螢幕可以做到更加精準的畫面 它在黑色的顯示和整個畫面的對比度 灰階的呈現上都會比起傳統 LCD 更加精準 當然它未是 OLED 螢幕 做不到逐一顆屏幕的控光 但它都更加近 對比我們平時 iPhone 或 OLED 螢幕的手機 看到畫面會再接近一些 另一個今次是 14 吋 MacBook Pro 有承傳的位置 在六喇叭的系統 它當中有兩隊 即是 4 個中低頻的 Subwoofer 以及 2 個高音的 Twitters 負責高音的輸出 在 MacBook Pro 上的喇叭音質輸出 都基本上可以說是其他 laptop 目前仍然是難以追趕 它亦都有支援 Apple 的 Spatial Audio 以及有支援 Dolby Atmos 的效果 做到立體聲的效果 這個也是另一個基本款 M3 14 吋 MacBook Pro 可以用到現在頂級 MacBook Pro 的螢幕 以及喇叭的位置 另一個還有 1080p 的 Webcam 還有三收入咪 Studio Quality 的收入咪 都在 14 吋 MacBook Pro 上一樣有配備 另外它的鍵盤和 trackpad 還有 Touch ID 的支援 都是基本的 特別是 trackpad 上面 這個大尺寸的 trackpad 以及支援多子操作 Multi-touch gesture 它的精準度和操作上 它是很大程度可以代替一隻手機 最後電池方面 這次 14 吋 M3 的 MacBook Pro 有用到 70W 電池 這個 70W 電池 對比 M2 的 MacBook Air 當然 MacBook Air 會更薄 和更輕的機身 但是 MacBook Air M2 上 是 52.6W 電池 而對比 M1 或 M2 的 MacBook Pro 13.3 吋的版本 是 58.2W 電池 無論是對比哪一個模特兒 這次 14 吋 MacBook Pro 這個 M3 晶片的模特兒 都有更大的電池 再加上 3NM 的 architecture 以及新的 CPU 和 GPU 的架構 應該是做到更低的電量需求 對於實際上的電池續用力測試 我們現在都有簡短的電量測試 用一半的螢幕光亮度 製作一個小時的 YouTube 接著製作一個小時的 Netflix 以及用一個小時的 Final Cut Pro 剪片 好了 M3 晶片 在一般上網看影片的時候 都真的會比較省電 一個小時大概耗用 7% 的電池 按照計算可以用到大概 14 小時 但是 Final Cut Pro 剪片的時間 耗電量都真的會增加不少 計算平均使用量大概用到 3 小時 20 分鐘 這次 14 吋 M3 的 MacBook Pro 可以說是 Apple 全新的型號 過往沒有這個定位 因為過往 Base Model 的 MacBook Pro 有散熱風扇的版本 會出現在 13.3 吋 舊款 Touch Bar 的型號上 而在 MacBook Pro 上 一上就去了 M2 Pro 和 Max 的定價都會比較高 這部手機的出現 似乎 Apple 認知得到過往 有很大部份的一般用家 對於 M2 或 M1 晶片的效能 其實已經滿意 但對於 MacBook Air 的 60Hz 的 Liquid Retina 螢幕 顯示效果又未完全滿意 以及它的喇叭也未滿意 過往根本用不完所有效能 純粹因為螢幕和喇叭 以及整個外觀設計 而升級到 Pro Model 的 MacBook 又或者沒有升級到 還在想要不入手的話 這部手機的出現 就完全是讓我們對於效能 不是有極致追求 甚至覺得效能出現過剩的情況 但是有需要用到最頂級的螢幕 以及 MacBook Pro 的外觀設計 以及這套最好的 Sound System 以及 Keyboard Trackpad 這部手機就剛好充滿了 Gap 的位置 而 M3 晶片 本身在效能上 對比 M1 和 M2 有很明確的效能 升級 再加上散熱風扇 基本上也需要承認 其實對於大部份的用家 甚至是中度的剪片 或執照這些 都可以完成這些工作 當然也需要承認 這個 M3 Pro 和 M3 Max 的效能 本身真的強勁很大量 對於繁重的 4K 多層剪接 特別多特效 或者 8K 多層剪接 它在 render 和輸出的時間 一定會有很大的分別 最後是比較可惜的 這個 M3 晶片的 Base Model MacBook Pro 只是在 14 吋上出現 而 16 吋的版本 只是有 M3 Pro 和 M3 Max 所以對於忠誠於大機的用家 目前的選擇是有兩個 當中有 15 吋的 MacBook Air 另一個版本 會是 16 吋 M3 Pro 和 M3 Max 的 MacBook Pro 還有最大可惜的位置 是 14 吋 Base Model M3 MacBook Pro 沒有黑色的選配 中程於黑色機身的用家 都需要升級 M3 Pro 和 M3 Max 今天的分享到這裡 希望大家喜歡 喜歡的請給 Like 和 Subscribe 頻道 接下來我們都會盡力 再做多少少 MacBook Pro 更加深度的 Pro Workflow 的操作和深入測試 還有接下來有更加多 掌手的發布資訊和深入評測 記得 Subscribe 頻道 和按下旁邊的鐘 有了新影片第一時間可以看到 下次再見